Hello World, Welcome to OneType 我是工程师,我是凯欣琳 前阵子有观众问我能不能分享 你刚开始一份新的工作 就是你刚onboard之后,前面30-90天 这段期间你可以注意的一些事情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聊这个 虽然我在业界的年资还不算长 基本上还是一个小屁孩等级 但是从大学的各种软体工程师的实习 到现在当政治软体工程师两年半之中 至少去了期间不同的公司 那也就代表说我onboard了7次 所以我onboard的经验应该还算是蛮丰富的 然后真的就是从一个连resume履历表 都不会写的懵懂大学生 到现在好像比较社会化了一点 那今天就是要分享一些 我觉得你去一份新工作的时候呢 你可以注意的一些事情 那今天所要提供的建议呢 不只是给软体工程师 我相信只要你是以一个employee 以一个员工的身份去新上任一份工作的话 这些建议你都是可以去采纳的 那当然可能会因为你的职位 然后外商台商公司大小 这些工作状况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但是呢我相信聪明的你们 是可以听到这些建议中的精髓 然后去apply到你们自己不同的工作状况中 那如果你已经很期待听到接下来的分享的话呢 记得先帮我按个like 因为按一个like只需要你一点点点的时间 但是对我来说却非常帮助感谢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吃不宜吃 Let's on type it 那第一个建议呢 就是要问问题问到爆 有技巧的当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 注意要有技巧哦 很多人去一份新的工作的时候 可能不太敢问问题 就是怕被别人当白痴当傻瓜 觉得说怎么这个人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我会说如果你这个时候不问问题 长远下来其实吃亏的是自己 第一个是你不懂装懂的话 你要么就是花很多时间去钻研一件 你可能问一下就豁然开党的事情 那更惨的话呢 你可能因为不懂不敢问而做错事情 然后弄得一塌糊涂 最后呢你还是需要去问人去求救 而这样的场面不是比你一开始去问问题 被当傻瓜还来的难看吗 而且通常在一个工作文化健康的团队中 大家是不会去看别问问题的新人的 反而都是热心的去回答新人的问题 而就的员工呢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去发现到说 其实还有很多他不知道的事情 就是如果新人没有问的话 他可能就根本不知道说自己不知道这些事情 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然后呢那就的员工呢也就可以 帮你一起去问其他人 然后一起去找答案 这是一个很好的文化 大家才可以一起进步 而如果你所待的团队 是一个会因为你是新人问问题 而judge你 然后看别你的团队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考虑不要在这个团队待太久 你刚on board去一个新工作 这前面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甚至是一年之中的时间 都是你问问题的黄金期 这段时间之中大家对你的 expectation 是非常低的 不过要注意当然也不是要你乱问问题 问问题要问的有技巧 装奔也是要有技巧的 如果你是实习生的话 那基本上你要问什么问题都没有关系 就是不会有人judge你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已经工作一两年的工程师 你去问什么是http 什么是binary search 就很奇怪 然后如果你真的脸皮很薄的话 你怕被当白痴 你可以去学习怎么问话问的有技巧 就像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okr 那你可以不要直接问说 我不知道什么是okr 你可以跟我说吗 你可以问你新的同事说 我们team以前都怎么用okr的 那你就可以间接的得到答案 不过我是觉得可以把脸皮磨厚一点 反正傻人有傻福 我觉得问问题也不用想太多 只要不要太荒谬就好了 那下一个建议呢就是 多认识人 有关系就没关系 我们很常听到中文讲这样子的话 那增广人脉呢绝对不是坏事 而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新人期非常适合做的事情 因为大部分你刚on board 刚上任的时候呢 你的事情会比较少 你会有比较多闲暇的时间 可以多去参加活动 多去认识一些人 而你刚到一个新的工作环境的时候 你要去跟任何人打招呼问名字 都是很理所当然很正常的 但如果你一开始都不太打招呼 你也没有去在乎 那个坐在你隔壁那位同事是什么名字 然后你上工一阵子之后 突然开始打招呼问名字 那时候就会比较尴尬 这其实也不是说不行啦 像我这种脸盲的 问同一个人名字可以问三次以上 就到现在我可能还是 不认得很多我身边的同事叫什么名字 但我要说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是真的脸盲 然后我也已经把自己训练到说去问名字 不会很尴尬的状态了 而这段期间呢 你所要认识的人 不只是你们team上面的人 因为跟你同team的人 你本来迟早就会认识嘛 而这段时间你要多认识的人 其实是那些跟你不同team 最好的话是可以是不同部门的人 完全不同领域的 有前辈曾经跟我分享过说 这一段你刚上任的期间 可以的话呢就去认识至少100个人 我知道100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可怕 我自己也确实觉得蛮难达到的 但这边的认识啊 不是说你这100个人之中 你都要去深交 你只要知道他们是谁就好了 而更简单一点的做法 是让别人认得你 记得你 因为比起你一个人 要去记得100个新面孔 他们记得你一个新人 一定是比较容易的 那听到这边可能很多人已经吓傻 然后开始自暴自弃 然后想说凯欣灵 我们又不像你一样 那么会聊天 那么会交朋友 有些人可能因为自己是害羞内向的 就很排斥社交 但我想说啊 其实大部分的人 都不是天生就会社交的 都是不断的练习学习来的 而且信不信有你 我国小的时候啊 是非常非常害羞 内向不敢讲话的人 还因为太安静 被学长姐霸凌了一年 然后一直到国小三年级的时候 我才领悟到说 我需要开始讲话去交朋友 对我一直到国小三年级 才开始交朋友 然后从小到大 也因为讲话不凶蝙蝠 吃了很多亏 大学的时候也非常排斥社交 就觉得人类是个非常难搞的生物 对反正以前是很负面啦 但是呢后来上帝改变了我 然后我也越错越勇 一直不断的去尝试练习与交朋友 那虽然我还要很多可以进步的地方 不过现在就真的已经好很多了 也开始变得喜欢交朋友 然后不会排斥社交的场合 而且我这边也没有要你们变成social butterfly 就没有要你们 要不断的去很多这种外向者 比较适合的社交场合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属于比较内向的人 会比较不喜欢多人的社交场合 那我很建议你就是可以多去约one on one 一对一的对话 因为大部分的人在一对一的时候都比较敢讲话 比较敢表达自己的想法 然后所建立起的关系也会比较深一点 现在我虽然已经比较不排斥多人社交场合了 但是我依然比较偏好一对一的方式 不过one on one的成本就会比较高 因为每个人每一天就只有24小时 所以你要跟谁去one on one 就是要自己去斟酌去评估的 那总而言之啊 我就是建议你刚新上任一份工作的时候 趁这段时间你还是新人 可以打个新人牌 然后比较闲暇的时候呢 去多认识一些人 对你未来工作一定会有帮助 那下一个我觉得你在新人期很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要跟manager跟你的老板建立好的关系 你在接下来这一份新的工作中 能不能省钱被提拔 绝对不是单靠你在那边抱肝血口 努力出来的 东西做出来 你还是要会行一下会包装 让别人看见你的努力是有影响力的 而通常决定你的工作成绩好坏的关键人物 就是你的manager 你跟你的老板关系好 即便你是去一间烂公司好了 你一样可以学习到很多 然后有很愉快的工作体验 礼拜一去上班都很开心 完全不会有blue monday 的问题 但如果你跟你的老板关系不好 那即便你今天是chip fan 这样子好的外商公司上班 你依然可以活得很像在血汗公司一样 做很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然后一想到上班就很痛苦 如果可以的话呢 我建议你一开始就跟你的manager 开门见山的聊 聊你们彼此的情事作风 聊你们对职丫的规划 让你们对彼此比较有一致的期待 这样子做事起来就会比较顺 像我之前有过的经验是 可能我某一个老板啊 他性子比较急 就喜欢快问快答 就希望我可以马上给他一些回馈 那我就会跟他表达说 我是属于比较需要时间思考的人 你如果要我事情发生的当下 就告诉你回馈的话 我会一片空白 但是如果你给我十分钟去想的话 我可以长篇大论 那也很幸运的我那位老板呢 他就有听进去有听懂 然后也很尊重我 所以之后讨论事情的时候呢 他都会给我比较多时间去思考 然后有耐心的等待我的长篇大论 那以上三点呢 就是我觉得你在新人期 可以比较多去注意的一些事情 那还有一些比较琐碎的 就像是 我觉得你可以用新人期的时候呢 多去使用一些员工福利 把所有的员工福利都搞清楚 因为你很有可能 接下来比较忙的时候呢 你就会忘记去使用这些福利 那我觉得你也不用去想说 别人会觉得啊 你怎么一来就贪这些小便宜啊什么的 就使用员工福利不是贪便宜啊 你就只是正当的在使用你的权益而已 就真的不用去在乎这些别人根本不在乎的事 那再来呢就是 多微笑 建立好的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们只有那么一次的机会 可以建立起别人对我们的第一印象 那俗话说 伸手不打笑脸人 就我相信你如果常笑的话呢 一定不会吃亏的 那讲到这边可能会有些人觉得说 我所分享的这些建议在台商根本就用不到 会觉得说我是幸运的孩子才有办法 那我承认我是幸运的孩子 我在那么多不同的工作中呢 有遇到好的manager好的同事 他们看中我 我才有办法在过程中学到很多 不只是技术层面上的事情 还有很多soft skills 而也真的我以上所提供的建议啊 都是建立在你有一个好的工作环境文化之上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的工作环境是不健康的 然后会让你不敢问问题 不敢交朋友 不敢跟你的老板讲话 那我蛮推荐你可以去使用 ARC.dev去找新工作 ARC这个平台呢 它可以让软体工程师 非常容易的找到完全远端的工作 当freelancer比较常遇到的问题是 你的案源可能不稳定 然后你所合作的对象可能也会一直改变 那如果你今天是remote developer 远端工作者的话呢 你可以在世界各地工作 但是你的工作伙伴会是同样一群人 这是比较稳定的 而ARC它集结了来自世界各地 各种远端工程师的工作机会 然后有一个完整的远端工程师社群 让你可以更有效率的去找到 适合自己的远端工作 而这些工作机会也不是乱七八糟的 很多其实是非常有名的远端科技公司 然后他们跟ARC都有配合 比如说Gitvap, Zapier, Buffer 而如果你今天没有人可以帮你内推的话 你透过ARC去申请这些公司的工作 得到面试的几率也一定比你去海头来的高 而最棒的是ARC.dev 它是免费的 你就只要去sign up一个account 然后填一填你的工作资料 你就可以开始找新工作了 尤其因为疫情的关系 working remotely 远端工作已经变得非常稀松平常了 比起两年前 大家更知道说 远端工作的workflow的过程是什么样子 然后大家的配合度也都更高了 所以我觉得ARC.dev 真的非常适合你已经收购台商 然后你想要换工作 可是又不知道该去哪里的软体工程师 很有可能你在上面所找到的远端工作 会比你在台湾实体办公室所赚的钱还来的多 好啦 那个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还有一些你觉得新人该注意的事情 那欢迎你留言跟大家分享 那我会把ARC.dev的资讯放在下方 你们就去看看吧 记得如果喜欢的话一定要帮我按个赞 真的只需要花你一点点时间 然后帮我分享给需要的人 尤其是当初问我这个问题的观众朋友 希望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那就谢谢你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